红色小熊猫 有产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和中国西南部 野生红色小熊猫只剩下不到一万只 被立为病为物种 白天睡在树枝上或树洞里 在夜间和黄昏时活动 红色小熊猫高月两尺比家猫稍大 红棕色的皮毛 长而蓬松的尾巴 喜欢吃竹子 但也吃鸡蛋 鸟类和昆虫 红色小熊猫的天敌包括许报 有颗动物和人类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数量减少了一半 正 就是可爱的红色小熊猫 字幕作-Zither Harp 代表 感谢观看